哇 酷 碰着进来 你干嘛长这么高呢 我叫张静坤来自青岛 是一名职业的自行车车手 然后就是攀爬自行车的 职业的 职业自行车车手 你这个项目就叫攀爬自行车攀爬 对 今天这个挑战我准备了真的很长时间 是因为我在今年的4月7号时候 出了一个小的意外 我想拿这些活动给我的所有的车手们 和我的好朋友们证明 我又回来了 能不能在挑战之前 让我们再认识一下 你这个攀爬自行车的技术能力 OK 这个攀爬自行车是过障碍 过障碍 对 障碍如果用人的话 可能比较鲜明一些是吧 你眼前有现成的 好啊 果然是有经验的 我觉得我这个身高 对于你来讲是一种侮辱 你从我这儿跳过去算什么 来来来 算了算了 我这么大年纪啊 你年龄大了 好好好 来来来来 我现场征集年轻人 怕什么 挑战不可能 好 结束了 我睡着了 我睡着了 那么接下来 上 到 去 挑战规则 挑战者在自行车 只能后轮着地的情况下 连续跳十一级 只有宽十厘米的行杆 最终跳上 落差一米的活动 秋千平台 才算挑战成功 挑战者 共有三次挑战机会 最难的地方是动态的 完全看这个秋千的摆动 假如这个时间配合得不好 那就不能成功了 那个秋千是我一直在紧张的 或者是不确定移速太多了 本身四月七号的伤线 对我来说的一个影响很大 我宣布 第一次挑战 开始 加油 加油 太难了 OK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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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 好 好 好 你太快了 太快了 这个姓附附一下 没事吧 没磕着吧 独手 我会不下来了 慢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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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来 他之前是肋骨断了 但是他不这么快呢 他有没有快 所有力量都在他肋骨上 没关系 没关系 没受伤 以后准备哑泪了我的肺 一下子挤住人为人 就挤住人为人 就一瞬间之内 真的传不过气来 第一点下来以后 我特别担心我的体力上 第二次可能会因为体力上 造成我不能挑战 挑战者说 他要直接开始第二次 虽然比赛规则 给了我三次机会 但是我可能只能需要两次 两次对我来说的体力上 我就可能会不止 第二排如果挑战失败的话 我就会弃全 第一次是失败了 所以挺替他第二次的 尝试捏把汗的 好了 三老师 好 第二次挑战 开始 吃 何必须 您 我们 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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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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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